电影娱乐,与你解忧,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继续带来奇幻惊悚动画片《恐怖宠物店》 纽约的中华街有一家神秘的宠物店 店老板叫做伯爵 这家宠物店什么都有,可以满足任何人的需求 前提是不要违约,不然后果自负 第三集,绝望 故事开始,雷尔警官接到了一个案子 死者是一位名叫罗宾的演员 罗宾这演员比较传奇 他出道即是巅峰 拍了几部电影均获得了不错的票房 后来他就没有什么成功的作品了 由于罗宾身上没有外伤 警方初步认定是单纯的病故 但雷尔发现了两处可疑的地方 第一,地上打翻了化妆盒 第二,罗宾的脖子上有一只白色的死蜥蜴 随后雷尔调查了罗宾的档案 发现罗宾是有妻子的 只不过他和妻子分居了 而那只白蜥蜴只有伯爵的宠物店有卖的 画面一转,雷尔拿着高档甜点过来讨好伯爵 希望伯爵提供一些和罗宾有关的线索 出完点心,伯爵就告诉雷尔 罗宾非常喜欢冷血动物 他已经从我这里拿走了好多蜥蜴和蛇 而他的妻子非常讨厌冷血动物 所以就搬了出去 伯爵还告诉给雷尔 当时罗宾就是凭借自己能念的外貌一胖而红的 而罗宾不甘心做花瓶 开始挑戏份挑角色 但观众们根本不买账 渐渐的罗宾从一线演员沦落到了三四线 说完罗宾的过去 雷尔就问伯爵 你最近一次见罗宾是什么时候 伯爵回忆大约是两个月前吧 两个月前 罗宾来到宠物店购买新的宠物 于是伯爵就向罗宾 介绍了一只非常稀有的白蜥蜴 罗宾很诧异 这不是一位美女吗 伯爵却说是蜥蜴 只不过它是一种稀有品种 罗宾继续问为什么蒙着面纱 伯爵就告诉罗宾 这只白蜥蜴名叫美杜莎 她的眼睛有着神奇的魔力 她看到的东西都会被她石化 虽然这只宠物很危险 但罗宾还是满了下来 签了契约后 伯爵提醒罗宾 有三条注意事项 第一 不能让别人看到她 第二 每天为她新鲜的果实 第三 千万不能直视她的眼睛 违背的契约 后果自负 和美杜莎相处几天后 罗宾就爱上了美杜莎 虽然看不到美杜莎的眼睛 但罗宾觉得那双眼睛一定很迷人 这天 经纪人打来电话 让罗宾去试镜 如果这次罗宾依旧没有被选中 经纪人就要和罗宾结出合同 而罗宾住的房子也要被收回了 罗宾很清楚 这次试镜一定要努力 不然就要和美杜莎流落街头了 试镜当天 罗宾非常卖力 发挥了自己该有的实力 同时也得到了经纪人的肯定 结果导演依旧没有选罗宾 而是选了一位小鲜肉 因为小鲜肉的美女经纪人 和导演有一腿 罗宾录选了 也就意味着 罗宾没了工作 房子就要被经纪人收回了 罗宾很伤心 紧紧抱着美杜莎 罗宾说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 连心爱的人都无法保护 随后 罗宾给美杜莎化了一个妆 然后拿掉了美杜莎的眼罩 美杜莎急忙转过头 罗宾说 没关系 我只想看你一眼 也希望你也看我一眼 就在美杜莎睁开双眼的一瞬间 罗宾立刻就释坏了 罗宾倒下后 美杜莎也不想活了 于是美杜莎捡起地上的化妆镜 然后看向自己的眼睛 几天后 没有给罗宾取行了一场葬礼 前来悼念的人们 不再议论罗宾是否过气 而是称赞罗宾是一位好演员 而伯爵带来了美杜莎的骨灰 他打算将这顿恋人埋在一起 故事到这也就结束了 电影遇难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